我很高兴来到这次库博康 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社区的工作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题主要是 LM跟机器人的结合 是LM作为机器人大脑 主要是想介绍我们基于大语言模型 去帮助机器人理解一些复杂的任务和指令 然后使机器人跟用户能有更好的交流 去完成更加自主更加智能的一些决策 那么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毛思通是来自华为云计算的一名算法工程师 然后现在也参与了一些社区的工作 比如说开源的项目 然后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刚之前在学校里面其实是聚焦在基于CV的签译学习 那么当前加入了华为云之后 也渐渐的利用之前的知识 然后去拓展到机器人感知 还有一些其他的AI与机器人相结合的技术 比如像那个今天提到的LM 还有教化学习等等 这一些 那么首先今天先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 第一个是我们对机器人这些年来 整体的发展做的一个调研 那么很容易发现的是 机器人也正在走向AI和智能化 从1958年开始 出现了首个工业应用的机器人 是U德沃尔创建的UniMation的公司 为通用汽车安装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那么从1958年开始 机器人也渐渐的走入工厂 然后去解放一些工人的生产力 到1973年的时候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了 首台的数控人形机器人 那这个人形机器人 它可以实现一些双足行走 还有简单的抓取的一些任务 这个也是一个仿生的雏形 到198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行业里面首个服务型的机器人 是Helpmate 这个机器人主要当时是用于在医院里 为一些病人还有医生去送饭送药 还有送邮件等等 然后像这种专用型的多任务机器人 在当时是成为了一个主流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些面向自动化作业的 一些协作的机器人 因为这个时候随着机器人的硬件的 和控制器的一些进步呢 它已经能够很好 更精准更快速地去完成一些写作型的任务 从2013年到2019年期间 那这个阶段其实也是AI在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比如说2012年去提出的Alex Knight 然后包括这期间提出的ResNet等等 去为一些深度学习开拓的新的天地 那比如说像机器人感知的任务 比如图片识别啊 然后像这些等等的任务 都可以用到深度学习的赋能 然后随着2017年Google的一篇文章 也就是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个时候Transformer 其实更广泛地被大家接受了 然后深度学习也基本上 就进入了以Transformer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同时Transformer 它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来源的数据做谈审 所以说机器人Transformer这个形式 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机器人的 比如说机器人的视觉 然后包括运动规划 都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不过到2019年为止的 这一类智能机器人 其实它还是一个智能化的初级的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人为定义 我们要让这个机器人去完成哪一项 或者哪几项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机器人去做抓取 那我们就要安排它去做一些目标的识别 还有机械臂的这样一些规划的任务 而不是机器人自己去决定 自己要完成什么任务 所以它并不具备一些理解复杂指令 还有自主探索和决策方案的能力 那么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 当然首先发展起来的就是自然语言大模型 那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撼 还有给AI带来的新的浪潮 都为重塑产业智能化带来了新的希望 那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些大模型的推理能力的跃迁 交互能力的跃迁 还有数据积累的跃迁 可以使得各行各业都受到大模型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 比如说也从今年开始 由于大模型的出现 也是借助了自然语言大模型的能力 不同类型的数据 其实都在向大模型这个方向去汇聚 那么其中有一些单模态大模型 也有一些多模态大模型 比如说视觉大模型 语音大模型 还有一些时序大模型 这些都是大家正在研究的 那么最终这些不同的模态 其实也会做一个结合 比如说目前也是非常火的一个方向 就是视觉语言大模型 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正在进行的 还有很多类似的方向 比如说语言语音大模型 还有语音视觉大模型 包括现在也正向3D的CV的领域去迈进 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时结合 点云图像语音等等 这样也有一些论文 现在已经发表已经公开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的 未来的三到六个月 由于大模型的这种基础能力的形成 我们已经可以去实现 部分垂育模型的落地 比如说在社交层面的一些 对话助手 短文创作 然后再比如说 游戏其实是一个AI落地的 很好的领域 比如说图像绘制 像Stability Fusion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工 然后又比如说 游戏里面的NPC的对话 也是一个大模型落地的 很好的方向 那么在未来的6到12个月里面 随着大模型能力的 进一步的提升 也是随着行业数据的积累 那么大模型其实可以去渗透 更多的2B的场景 就是2B的场景 这里面列举了三种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办公场景 我们的办公材料的写作 最直接的就是 我们在写Slice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也会 借助一些大模型的能力 然后包括代码的开发 那代码的开发 现在我理解 其实目前还处于一个 不成熟的阶段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 6到12个月 可能去辅助一些工程师 做代码开发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设计产业 比如说像一些海报的设计 然后加装的设计广告的制作 都可以用到大模型的能力 还有一些内容检索的 内容检索的方向 那比如说视频分析 比如说我们的监控 那我们监控 监控到了一段视频 然后他如何对这段视频做分析 然后反馈给用户 说这段视频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去防范 然后还有就是内容搜索 那内容搜索现在 比如说像英伟达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工作 已经在用大模型去做 搜索一些3D模型 2D模型等等 然后包括像Microsoft 它已经继承了GPT的能力 在自己的视频 在自己的搜索栏里面 然后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更多的锤域会用到大模型的能力 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的机器人 那么如何借助大模型的能力 去做一些任务的拆解 自主的决策 使机器人真的能走向家庭 走向工业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还有一些教育金融媒体 比如说智能教学 然后智能风控 然后3D制作等等 即使这些行业不能完全依赖AI 但是AI像大模型这种发展的 对这些行业的辅助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刚刚介绍的 大模型带来的变迁 在机器人这个领域 其实大模型可以辅助机器人 总向一个通用的巨身的智能 那么比如说像2022年的 一些工作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大模型为机器人这个行业 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 颠覆性的生产模式 比如说像Google的RT1 还有CKAN这样的工作 RT1其实还没有完全的 拥抱大模型 它只是自己端到端的 搭建了一套语言理解 到动作生成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CKAN呢 CKAN其实是 Google比较有代表性的 利用大模型的工作 那么它会利用大模型 去做一些任务的拆解 同时呢也会把拆解的子任务 输入到强化学习的模块里面 然后最终输出训练机器人的 基础上然后又全面拥抱大模型 设计了Google的RT2 那这个里面用的大模型 其实是Google的自己 自己做大模型 是那个PAM-E 然后包括像一些知名的 知名高校的教授 比如李飞飞 他们用的那个Works Poser 那篇论文 现在也可以在网上查到 其实都为我们进一步的展现了 大模型也就是大模型 AI 和机器人结合的更多的可能性 而这个里面是我们总结的一些机器人 与LM相结合的一些机遇和挑战 那么一些机遇就是 之前的大模型 不管是自然语言大模型 还是多么太的大模型 都是局限在软件层面的 也就是说它是缺乏 跟物理世界的真实的交互的 它只是凭自己的经验 去再为我们生成一些 它认为合理的回答 但是LM跟机器人的结合 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 与真实的物理世界发生交互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就是更智能 由于大模型它拥有的一些 突出的一些理解能力 还有一些创作力 所以说它大模型可以为机器人 去创造一些自发理解 更复杂指令 还有更加自主决策的这样一个条件 第三个就是强交互性 我们有了大模型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 去跟机器人产生更多的交流 为用户的使用体验 有一个很好的增强 第四个其实是我 也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机器人与大模型的结合 其实不仅可以带动机器人 这个行业的发展 其实也可以为其他的产业 带来一些更广阔的事业和发展 那比如说机器人领域 机器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 它里面涉及到很多比如感知 规控控制都是相关的领域 所以说IOM加robotics 也为其他的领域带来了很多发展机会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IOM加感知 是不是可以做IOM加规划 然后规划感知控制这三个方向 跟大模型相结合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为各行各业 去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然后还有就是挑战 那大模型其实有它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幻视 这个其实是我们研究大模型的人 或者是使用大模型的人认为 大模型比较严重也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黑核的模型 所以说你无论给它生成 无论给它输入什么 它都会根据自己的推理方式 根据自己的参数 去自由地根据以往的经验生成 生成一些东西给我们看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合理的 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和改进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数据是受限的 虽然说现在大模型 它已经拥有了很多的训练数据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垂育的行业的话 那它的数据其实还是很难获取的 就拿机器人为例 其实机器人的数据就是很难获取的 因为它需要去做一些 无论是在仿真还是在现实世界中 它都需要去收集很多的行动序列的数据 当然像这种数据都是没有经过自然语言标注的 那标注这些数据其实是很耗费 很耗费人力和时间的 第三点的挑战就是机器人 它的形态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机器人是异构的 那么每一种机器人 它的环境硬件 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 或者说我们的方案是否能够在未来 泛化到每一种形态的机器人上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逐步去探索的 那第四点就是语言大模型 或者是其他多么太大模型的一个食言的问题 由于大模型它比较大的体量 需要比较大的算力支撑 像目前的一些边端侧设备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支撑 大模型表现很好 大模型完全运行在边侧或者端侧的 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些对食言要求比较高的 实时性任务来说 这个食言问题也同样是我们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RoboPallet 其实就是自主机器人的意思 然后RoboPallet它的目标是我们希望去打造一个边缘协同的 巨身智能系统 那么在这样一个巨身智能的系统里面 我们将巨身智能系统分成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云端大脑 边侧的小脑 还有端侧的躯干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云端的大脑其实就是我们基于大模型去搭的一层云上的节点 那这个里面 这个云端大脑它主要去负责的就是一些复杂任务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复杂的指令 比如说我渴了我饿了 那它怎么去理解这个使用者的意图 然后去对子任务进行一个拆解 比如说是不是要给你拿一些吃的喝的这种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连续对话的能力 也就是对人们上下文的理解 还有就是对开放任务的推理能力 也就是说是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都可以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理解和决策的任务 那么当云端大脑对人们的任务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解和拆解之后 它会将拆解的子任务下发给边侧的小脑 这里面的边侧的小脑其实我们可以 如果相对简单的理解的话 其实可以是边侧的服务器 或者是机器人上面的一个有一定算力的AI主板 这样都是可以的 然后边侧小脑它主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 RoboScale 也就是机器人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比如说感知技能 像3D的环境的感知 然后像实时定位于导航 就SLIM 然后一些路径规划的能力等等 比如像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那个Move Base 那这些技能如果直接部署在边侧 或者是直接部署在机器人的AI主板上的话 其实就是能减小一定的运行的实验 也就是说我们不完全依赖云端 去为我们下发端侧躯干控制的指令 而是可以在边侧做一些自主的感知和决策 然后端侧躯干的话 这里面其实就是指的机器人的自身的硬件 传感器这一些 比如说像相机 激光雷达 这一些都是端侧躯干的一部分 它可以为我们的云端大脑和边侧小脑 去反馈一些传感器的数据 比如说图像 电云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控制器 这个是机器人底层的一些控制的 接受一些机器人底层控制的命令 比如说边侧小脑去做了一些感知处理和路径规划 那么端侧躯干该如何控制自己 去响应边侧小脑下发的任务 然后主要是分成这三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RogoPilot里面 用到的一些关键技术 那首先是一个边云协同的技术 就像刚刚上也提到的 云上的大脑和边侧的小脑 那么我们当前的项目是 依托了CubeH去提供了 强大的边云信息的同步的机制 然后建立可靠的边云通信的通道 实现云上下发任务边侧执行 并且反馈边侧的状态 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 大脑型本身它带有的一个能力 是任务理解和认知 也就是说大脑型可以完美地理解人们的需求 然后去结合自己的先业知识 去为人们提供一些合理的 有创造性的回答 那第三个是一个叫思维链的技术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我们 在思维链这个技术里面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提示 去引导大脑型 按照我们的方式 去给出我们想要的回答 比如说在大脑型 在机器人需要去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给出几个例子 去引导大脑型 比如说step by step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在后面大脑型去拆解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会相对的合理成功率也会相对高一些 然后第四个我们用到的关键技术是我们构建了一组 鲜艳知识库 这个里面的具体内容会在下一页的架构里面具体的做一个介绍 总的来说鲜艳知识库就是储存了我们一些鲜艳的知识 包括环境的还有机器人本身的 然后按照向量的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存储 然后我们会对鲜艳知识库进行更新 然后也会按需的使用 第五个就是code as policies 其实这个也是谷歌的一篇论文 然后我们借用了里面的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直接下发机器人的action给机器人 而是拆解成代码之后 用把代码部署到机器人上 然后让机器人去完成特定的一些任务 最后一个就是react的思想 就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 我们会做一些 先让大模型去想象一些自己的动作 然后观测是否能够成功 然后如此反馈几次 最终形成最终的运行的方式 任务执行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我们RoboPilot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这个上面是我们云上的节点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边或端侧的节点 这个里面之所以把边和端画在一起 是因为往往边和端在机器人这个领域里面的拆分 其实并不够明确 比如说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 它既有可能是端侧 也有可能是边侧 边侧就比如提到的像AI主板一些处理器 然后像端侧的话就是机器人的硬件传感器等等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并没有对机器人的边端做一个拆分 还是整体的放在了一个节点里面去进行纳管 这个里面云上的云上的节点它完成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去理解用户输入的指令 然后输出的就是需要部署到机器人上去执行的代码 那么我们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呢 在这个云上的Chat Server里面 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知识库 那么这个知识库里包含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是World Space 这个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世界信息的存储 比如说可以是室内的也可以是室外的 那如果是室内的话 比如说哪里是Bedroom 哪里是Bathroom 然后哪里是Living Room 这样一些等等的信息 还有一些就是物体 比如说冰箱里有可乐雪碧 那这些可乐跟雪碧有几瓶 这个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知识库里进行存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Rule Based Preference 这个是我们这个服务会针对一些规则性的东西 去做更多的考虑 比如说人种 比如说时间 比如现在是晚上 然后我跟机器人说我渴了 那它大概率不会给我拿来一瓶咖啡 而是会给我带来一瓶牛奶或者一杯水 这个意思 然后第三个知识库里面的内容 就是Robot Scale 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感知啊 规划决策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可以供大模型去调用 然后这些知识库的内容都是 大模型可以去调用的 然后基于这些知识库里面的内容 大模型再去结合用户输入的指令 做任务的理解 做任务的拆分 然后做子任务的选择 还有code的下发 那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知识库它里面存储的项量 可以是很多的 因为它可以存储很多的知识 云上的存储空间跟算力 理论上是无限的 但是大模型它可以接收的token 是有限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每次去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 都把知识库里面所有的内容 告诉机器人大模型 那这个时候显然是 这个大模型的容量显然是不够的 其实它是记不住这么多东西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用了一个 long chain的技术 去自动的根据向量检索的这样 类似于向量检索的一个方式 去帮助用户 去帮助我们的服务 去自动从知识库里面 搜索一些用户真正需要的知识 然后再输入到大模型里面 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些 有用的信息之后 再去做任务的理解和下发 然后生成代码之后 我们会先把代码 部署到仿真节点去进行测试 但是这个仿真节点 其实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整体架构 里面的一个关键技术 因为这个仿真节点 它可以是各类的仿真器 比如在我们现在的实验里面 我们用的是Gazable 那后面我们其实也可以对接更多种类的仿真器 比如像一些物理引擎比较强的 Pipolate等等 然后包括像 英伟达的一些比较好的仿真器 其实像开源设计的用户 也都是可以去调用的 那在仿真里面执行 发现没有问题之后 因为仿真里面执行的比较快 比较安全 所以说我们选择现在仿真里去运行 在仿真里面运行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将代码部署到真实世界的机器人上 去执行 然后反馈机器人的状态到云上和端侧 然后对知识库也会进行一定的更新 比如说原来在桌子上有瓶水 但是执行完这个任务之后 机器人已经把水拿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 知识库里面水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两个demo吧 这个就是根据刚才的架构去设计的 这里面做的一些加速 时间也有点不够了 第一个是一个 这个播不了 但是我播放的时候 这个上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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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